YO 歡迎來到DBS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聊聊這個極地戰壕中新的散彈槍 它其實不算新的散彈槍啦 它其實算是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但是呢我們在黑市這邊呢 可以獲得這個改良版的散彈槍 那如果你要取得的話很簡單啊 你就來到蘿拉這邊 然後開始跟蘿拉談話 那我們都知道第一個是它的這個特別行動 那如果你到第二個Tab 你就可以到黑市這邊 那它的位置會是在破坡煞的旁邊 那因為我已經購買了 所以你目前是看不到 那很簡單喔 這個在黑市這邊可以用這個500的這個Moneta 就可以進行購買 那Moneta取得方式也是很簡單啊 就是去完成隔壁的這個黑色行動 特殊行動應該叫特殊行動 不叫黑色行動 這個我遊戲玩太多 然後做特殊行動 那你選擇不同難度 可以取得不同量的這個Moneta 所以它算是一個特殊貨幣啦 那破坡煞的部分 我之後有機會也會跟大家講解 那但是這一次呢 我個人覺得SPAS是比較 比較急需要取得啦 因為這個槍 第一個是它一個禮拜就會消失 那第二個是這個散彈槍的部分 其實在遊戲中不是特別強勢 但是這把槍它傷害加成加上去之後 它其實近距離的這個火力 就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所以我會非常推薦大家去取得這把槍 那接下來我們就大概展示一下 這把槍在火力加成 就傷害加成 然後再加上這個燃燒彈藥 我沒有加其他任何的模組的情況下 就有這樣子的威力 它一樣是算是近距離的威力會相對好一點啦 那遠距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大概15米的距離 火焰閃燃槍的威力就沒有那麼好 你可能要打個4發對方才會掛掉 但是近距離基本上就是秒殺 但是因為它有燃燒效果 所以你其實打起來的時候還是蠻歡樂的 而且對方會持續的扣血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還蠻適合取得這把槍的 而且這把槍一個禮拜後就沒有了 那像破破殺這種衝鋒 破破殺目前還不算是遊戲中最為好用的衝鋒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是還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檢查哨 檢查哨本身的敵人是沒有特別強啦 但你看第一發打進去直接往生 所以這個火力還是不錯 但是你只要距離遠一點 這邊打了4發 但是大概只有3發中耶 所以 那 中遠距離的火力就不太不太足夠 剛才這邊我找不太多敵人 但是最後沒有找到 其實大概這個距離 比較高階的敵人大概就是2發 所以火力上來說我個人認為是還不錯 蠻推薦大家去取得這把新的 不算新的啦 改良版的SPARS半自動散彈槍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待會兒 反正 請 報功 過 遠